一人張青芳穿著品口暴乳洋裝 黑紗裙白讓雙腳若隱若現 二零五年小巨蛋舉辦個人演唱會 讓不少粉絲記憶猶新 卡片還寫到 謝謝一直把我放在心裡的你們 我們從來不曾離開彼此 今晚我和大家一樣期待好久 2005年結婚後 張青芳淡出演藝圈 為愛到香港定居 但如今卻驚爆 與結婚15年的丈夫 宋學人離婚 夫妻倆透過律師發出聲明 很遺憾的通知 關心我們的朋友這個訊息 我們因為無法克服 雙方的差異性決定離婚 雖然我們努力嘗試過 但仍然無法解決 因此在去年協議離婚 並選擇在今年孩子放暑假期間 完成法律程序 以後雖然不是夫妻 但我們依然會是孩子的父母 孩子不會因為我們的離婚 而失去任何一方的愛 聲明中更誠懇外界 不要預測離婚原因 這是最後的決定 聲明最後還留下了夫妻共同署名 那我想最大的原因還是就是說這個對象讓我覺得有一種挑戰就是說他讓我覺得另外那個生活不只是改變還會有不一樣的樂趣 張青芳在37歲時認識了投資教父宋學人 38歲訂婚39歲成為宋太太 但也曾經透露先生不希望他繼續唱歌 因此直到五年前趁著出道30周年開演唱會 宋學人剛好開刀住院忍著疼痛出席 但還是撐不住趕緊送醫 讓張青芳相當心疼 全家福照片在後台 我是我先生說他不會來後台的 我說你擺著嘛 他應該會來 他不會來 他跟我講他不會來 結果我還是叫 小袋還是準備好 然後他還弄一束花很漂亮 在我鏡子前面 我畫個畫個妝我6點半還是6點15分 我現在真的就抱著兩個孩子到後台 雖然先生不喜歡 但人每一場都到場 曾經透露自己是好媳婦代表 也坦言老公在婚姻裡面比較強勢 可以說是服務館嚴 但可惜夫妻情也仍然敵不過雙方差異的現實 記者楊氏旭謝偉宜台北報導